五成 这章我们讲一下安全 安全也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说 前端和所有端几大重要区别的其中的一个 我们在做前端开发的时候呢 安全也是有的 不过前端需要关注的安全的部分呢 相比后来说要更稍微少一些 以及它的优先级也稍微低一些 比如说我们前端需要关注安全的一个级别是 五成的话 那可能后端需要关注安全的级别可能较到八成 因为前端毕竟是只运行到一个客户端上的 一个浏览器上的 那后端的程序基本上需要接受很多客户端的访问 如果是安全出了问题 那大家都要出问题 本章需要介绍到安全的知识 第一个呢是赛客注入 这个呢是前端的安全所不需要关心的 这块赛客注入主要的是呢 是它可能会直接窃取 或者说直接去给你更新或删除 或者说是查询一些数据库的一些内容 所以说这个是跟数据库有关的 第二个呢是那个XSS攻击 XSS攻击呢主要是获取前端的一些酷皮的一些内容 以及前端一些敏感内容 然后XSS攻击前端也会设计 就是前端开发的时候也会设计 但是前端呢要做 后端呢同样也要做 不能说前端做了 我们后端就不用做了 不是这样的 要双重预防对吧 因为我们课程设定的是前后端分离开发的对吧 那前端管前端的后端管后端的 不能说你前端做了 我后端就不做了 万一如果出了问题 前端没有做 你后端也没有做 这个锅你摔不了了 你必须要把这个锅背起来 后端必须要做XSS攻击的预防 再往下呢是一个密码加密的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前端开发也涉及不到 就是说他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用户信息的安全 就是我们的数据库一旦被窃取了 最不应该丢失的信息是什么 应该就是用户的一些信息 而用户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用户名和密码 因为我们的用户名可能是在这个系统中用 也可能同时在另一个系统中用 比如说什么银行的账户啊 什么支付宝的账户啊 而密码呢也可能是通用的 所以说万一我们的数据已经不小心丢失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 是不是直接就暴露给黑客了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把密码进行加密 用户名可以给你密码呢 给你是加密之后的 你拿到之后呢你也解不出来 你也不知道密码的名门是什么 今天补充 第一点呢就是所有的工具方式非常非常多 我们讲的只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击种 而且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讲一些常见的 以及通过WebSero层面能预防的 就是Rodges层面 当然如果是你做渣化做PVP啊 等等那些就是渣化和PVP层面 有一些工具呢 不是我们这个WebSero层面能预防的 比如说这个DDoS工具 这工具呢就需要硬件或者说服务来去支持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什么专业的防火墙 我们需要一些专业的硬件 就是网络那个服务器上的一些硬件 去做一些什么预防 需要防火墙做什么预防 以及需要我们的服务器做什么IP的屏蔽等等这些 这些呢它就不是我们这个WebSero层面所能做的内容 这些更多呢是需要OP来支持的 所谓的OP呢就是服务器的运维人员 他们来支持 毕竟这个事呢是事业有专攻 对不对 如果你是大公司呢 大公司肯定是有专门的团队来维护服务器的 如果你不是大公司呢 就把它交给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公共的服务员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产业的爱理员 交给他们来做就好了 我们作为WebSero的杰斯层面的开发人员 我们其实没必要去关心这么多 就整个从前到后的这么多的东西 如果那样的话 你的精力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关注的更多 学的更多 但是实际情况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必须要精通 我们这个层面的一些基础的常见的 攻击的一些有望手段 我们先讲Sycle注入 Sycle注入呢是一种最原始最简单的攻击方式 它从有了Web20开始就已经有了 Web2.0呢 国外基本上04-05年 那会儿国内基本上07-08年 所以说也基本上有十年或十几年的历史了 这个Sycle注入的攻击呢 也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就是从互联网和人之间有了交互 之前Web1.0是你只能去看新闻 只能去看一些信息 你没法去发布信息 对吧 自从互联网允许用户去发布信息 提交信息开始 就有了这个Sycle注入的攻击方式 它的攻击方法呢就是我在提交或输入信息的时候呢 我输的其实是一个Sycle片段 然后呢最终拼接成一段攻击代码 就是所谓的攻击代码就是一段攻击的一个Sycle语句 这个等会我们可以用拿个例子来演示一下 就这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输入用户名密码进行登陆对吧 但是我输入用户名的时候呢 我要攻击你 我输入的不是一个用户名 正常用户名 我输入的是一段Sycle语句的片段 这样的话你拿到这个片段作为用户名 去拼接Sycle语句的时候 拼接出来的这个Sycle语句 可能就是我设定好的一个工具代码 用户措施呢 其实就是MySycle发展至今 已经有了很友好的一个函数去预防 就是这个Escape这个函数 就可以来直接去预防 预防的方式也比较简单 等会会演示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试一下 这个页面呢 就是我们当前登陆的这个页面 登陆页面 然后用户名密码对吧 这个地方我已经把那个index的环境已经起来了 index的环境以及用index的代理 以及Redis和MySycle都已经起来了 前端后端都已经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里面 其实这个呢就是跑的是那个8001端口的 那个前端的那个服务器 这个呢就是我们npm run dev 跑那个8000端口那个sword的一个服务器 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去登陆 我们输入章3密码输入123去登陆 登陆成功了 我们再回来重新登陆 登陆成功之后呢 如果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输入章3密码是1111 这个时候我们登陆是失败的 这正常情况 登陆是怎么实现的呢 登陆我们可以看代码 登陆是通过controller里面这个user.js 我们去拼接来实现的 对吧 然后select 打开这个controller里面这个user.js 登陆是通过这个传入user name和password 然后拼接一个塞口语句select user name real name 然后from users where 然后通过这个条件对吧 把我们输入的user name和password这两个信息给它传进去 然后拼接出来的 然后最终拼接的塞口语句呢 应该就是类似于这种的一个塞口语句 我们打开了mySQL workbench这个里面 应该就是说select user name 然后real name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等于张三 and password等于123对吧 应该就是这么一个语句 我们跑一下 但是因为这个张三和123是我们自己传进去的对吧 我们这可以换个号 我这个时候传的不是张三 我传个什么呢 我先来看一下 我传一个非号 控格-控格 我传入的是这个信息 大家看明白了吗 这个信息大家看 我传入的是这个信息的话 从这个代码的颜色来看 后面是不是就已经被出示了 他就不会执行了对吧 我们之前说过注释一行塞口语句是通过这个 杠杠然后空格来去注释的 比如说我们注释第一句 杠杠空格就注释了第一句话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跑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塞口语句 还是张三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密码就已经无效了对吧 我只需要输个用户名就行了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样子啊 我们拷贝一下 我们到这个登录以来 比如说我现在 我不知道张三的密码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他的用户名 然后我就把这刚才这个拷贝过去 密码我就随便写一个就行了 比如我们写很多 这个密码很长的肯定不对 这个时候我去执行登录 看登录成功了对吧 为什么登录成功了呢 我输入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用户拼接完之后 就是这么一个塞口语句 我们在执行登录的时候 就已经登录成功了 好我们可以试一下新建一个博客 比如说我是张三 我是通过塞口注入攻击进来的 点击创建 创建成功 我们看一下这个博客的用户名 是不是张三 就说明他已经登录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代码 其实这个时候如果用户真这么登录 他还算是心思手软 如果用户输入的不是这么一个代码 他输入的是什么呢 他输入的是 我们先拷贝一下 他在里面输入什么呢 输入一个 就是还是这些 然后这个张三 这个单引号后面加一个分号 然后再输入一个delete from users 我们可以等会考出来 如果用户输入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会怎么样 那就肯定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是他在执行完这个select的语句之后 执行到这个张三之后 他加了个分号 然后执行第二句话 delete from users 这样我只要执行 我的 users里面的这个数据表里的内容 就全部给删除了 大家看是不是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说select语句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当然黑客可以去删你的东西 他只要这个地方有漏洞之后 他可以去删你的表 他可以去更新你的表 他可以去查你表里所有的内容 基本上你这个数据库就给他已经暴露了 所以说select语句这个事情 虽然说比较那个古老 也比较原始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做好预防 虽然说他的预防方式呢 仅仅是用一个函数去执行一下而已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预防 我们还是打开这个代码 这个controller里面 这个user.js这个代码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首先我们到这个dbmycycle这里面来 就是写那个ehec函数的这里面来 这个里面呢 仅仅输出了一个ehec函数 就是执行cycle的函数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输出第二个函数 叫escape escape呢 比较简单 它是mycycle 就这里面 直接引用mycycle的这个地方 mycycle 它 原生提供的一个函数 就叫escape mycycle 叫escape 把这个导入出来 然后我们保存 那到这儿来之后 同时引用这个escape 然后我们对username 复制成 escape 就是把username 放在escape里面 执行一下 同理password也去执行一下 因为username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 username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 那password也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参数 username password都通过这个escape 进行执行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 听cycle语句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单引号给它去点 我们等会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个cycle是什么 seq is 保存 保存我开控制台 控制台把这个屏给它清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儿再去访问这个login.html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登录 我们拿什么登录呢 就拿这个攻击代码去登录 我们先不要这个delete 太危险了 就拿这个吧 就是真实用户名 拿这个登录 然后密码呢 我们写个就写个1吧 点击登录 提示登录失败 说明什么 说明真的是有效了 对吧 我们看一看控制台 大家看控制台里面 我们直接拷贝下来吧 拷贝下来 然后到这个地方进行做个对比 我们还是从where给它换个号 加个分号 好 大家看 这儿缺个分号 当然这个分号有没有 就不影响这句话的质型 只不过是这儿分号没有的话 下一行会爆错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分号给加上 让大家看这两句话对比 前面select信号 select什么什么 from users没变 然后where username等于张三也没变 但是关键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关键的地方在于是 这个单引号和这个单引号 大家看了没 有第二句话里面 这个张三单引号 杠杠 这个东西 已经做一个整体 被外面这个单引号 这个包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做一个整体 都给包起来了 这就是escape所做的事情 然后这样的话 后面这个杠杠空格 就不会做一个注释来出现 然后后面这个password 也不会变成灰色 但是上面这个呢 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空格去掉 上面这个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个张三后面这个单引号 与强度的单引号配对了 配对完之后 这就结束了嘛 结束完之后 这个 这个杠杠空格 后面就全部都给注释了 这其实就是这个escape所做的一个工作 escape所做的工作呢 现在看来就是对一些特殊方法进行一个转移 对吧 就是让它去特殊化 去特殊化 就不让它特殊起来 让它成为一个不同的字符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整体来用 这是怎么去防止登录的一个sicle注入 其实sicle注入还有一些地方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登录完之后 我们正常的登录 这个3 123 登录完之后 这个搜索也可能会出现 因为搜索它也是通过 你输入的这个关键字来凭借sicle语句的 对吧 然后编辑也会出现 然后新件呢也可能会出现这个sicle注入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escape呢 要用到能通过拼接sicle语句 就是最后能拼接成sicle语句的所有的变量 我们先把这个号注入掉 没有用了 就是所有的这种能拼接成sicle语句的变量 或者说参数 我们都要通过escape进行过滤一遍 包括这个controller上面 这个blogs.js这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newblog 这里面的内容 title content author create time 这些 create time不用 create time是我们自己生成的 这个可以是安全的 对吧 前三个必须要这样做 而且 根据我们之前的提示 加了escape之后呢 后面这个变量就不能再加单引号了 就是 可以单引号就要去点 那这个公诉呢 我们就不再一一做了 就是和前面这个 utoname和password的处理呢 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可以后面自己去把代码改一下 然后去试一下 你自己来操作 还能不能进行sicle注入 本节的重点呢 就是来讲一下这个sicle注入的原理 以及它发生的危害 以及它在mycycle中 最经典的一个预防方式 所以说我们拿这一个例子来做参考 已经完全够把我们所有的内容都讲明白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blog的gns呢 我就不再按着去写了 那我们这节呢就到此结束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讲后段怎么去预防xss攻击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接下来呢